说到杭州的城市特征 我们经常会想到一首词 叫常议观潮 我经常会想到 看潮水时候的样子 满锅人真江上望 满城的人到八月十五这一天 都出城 到千塘江边上去看潮水 来以沧海净尘空 当时潮水比现在大 好像有三米高 他来的时候 我们以为把沧海都掏空了 外面鼓声中 好像一外面鼓 在邦邦邦地敲 然后临安城里的很多 特别强壮 水性特别好的 又比较好事 特别爱自我表现的小伙子 穿上适合的短打的衣服 手里挤着一面面的白旗 几十面白旗 然后还有少数红旗 还有少数其他彩旗 就趁着那个潮水 迎着潮水 往上游 往上冲 词里说叫 弄潮而向潮头立 手把红旗 岂不失 手里拿着那个红旗 潮头三米多高 他人是边游 边冲浪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技术 显然他们能做到 手把红旗 岂不失 那手里的旗是不潮的 别来几项梦中看 梦觉尚心寒 看了这个 临安城外的标志性的 城市公共活动 八月十五 看乾坦江潮 还会请很多的使臣啊 外宾来看 我看完了回家做梦 我梦里还心寒 那确实心寒 因为当时这种活动 是经常会出人命的